欢迎收看新的一期这比较这么小开箱 自从2020年9月浪琴发布先行者系列万表以来 就一直有人在弹幕评论区甚至于后台私信我说 老人呢为什么我讲讲这比万表呢 今天它来了而且还是最新的非凡既视版本 但在正式进入这枚万表的开箱作业之前呢 我先说两大表关心的问题 第一先行者是什么表款 第二为什么选非凡既视 其实浪琴的先行者系列呢 你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为有两大特征 第一100米的防水带悬入是表冠 第二就是走势精度比较好 全系表款都通过了瑞士天文台的官方认证 所以呢在它的盘面上有个极具辨识度的东西 就是五颗立体的五角星 一看到这个东西就知道这是一枚先行者系列万表 为什么选非凡既视 因为在20世纪上半叶的时候 其实浪琴家的既星是很强大的存在 早在1913年浪琴就推出了自产的13.33Z既星 这也是浪琴最早的既视既星 你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能够自产既视既星的厂商非常有限 浪琴也借助这个13系列既星呢 奠定了它的江湖地位 而且当年搭载13ZN既星的浪琴万表也是非常昂贵的存在 上世纪40年代一枚表要卖到125美金 可以换算一下大概是现在多少钱 1928年理查德博德和他的团队还特意给浪琴发了电报 感谢他们的非凡既视万表 在它飞越南极的探险过程中啊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为像那个时候没有其他计时工具 如果没有一个精准可靠的计时万表的话 飞越南极800英里的飞行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所以当你在选择一枚浪琴先行者系列万表的时候 我个人觉得飞反计时是最能体现浪琴这个先行者精神的存在 接下来进入正题开箱 看你买这枚万表都能得到哪些东西 首先呢就是这样一个包装盒子 上面是浪琴家这个非常经典的木质表和万表就在里边 我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些附件 比如说它的保卡有两张 一张呢是专门的保修卡 可以获得五年的质保 第二呢就是这枚基金专属的Costco瑞士天文台认证的卡片 接下来呢还有两个比较好玩的赠品 第一呢就是这个便鞋式的皮表夹 非常有复古风格 而且打开来之后呢你会发现它有三部分 第一呢就是放保卡的地方 第二放你万表的地方 其他的替换表带可以放在这两个位置 然后出去旅游的时候只需要把所有东西加在一起 这样一装就可以便于鞋带了 另外呢它还送了你一本小册子 它其实呢更像是把浪琴的这些Spirit 就是先行精神的东西呢融汇到了一本小册子里面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盒子里这枚 售价36300块钱的全新浪琴先行者系列 非凡即是万表 首先万表拿在手上啊 它的分量感很足 我特意称了一下 整表的重量是178克 而这个表头就有103克 42毫米表径 外加17毫米的厚度 主要就是因为它增加了非反计时功能 很多朋友对非反计时到底怎么回事呢 可能还不是很清楚 我在这里呢借这枚万表跟大家演示一下 一枚普通的机械计时万表 你做一个计时循环需要四步 首先开启计时 然后呢到点了 按一下停止计时 然后呢再按一下下面的按键 归位 归定之后再开启下一个循环 再按一下开启计时 所以一共要按四下 而对于没非反计时功能万表而言呢 这样一个循环只需要两步 首先开启计时 然后到点了需要重新计时的时候 按下面这个回去 实现了再次的计时循环 正因为这个功能比较厉害 所以一般呢非反计时功能的万表呢 都会在盘面写个flyback 它也会比普通的计时版本的万表呢 贵大概30%左右 无论这表是3万块还是30万的表款 基本都是这个差价 这里呢顺带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小经验 就是你如何快速了解一枚万表计时功能好不好用 你可以做很多功课 每一个不同的机心呀什么 都有很多讲究研究什么的 但是对于一般的消费者而言呢 可能太过于复杂 我这里呢给大家分享一个小经验 就是有两种方式 第一呢就是你看呀 这个计时按键的手感好不好 比方说呀很轻松就能按下去 然后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噪音 或者没有什么卡顿呀 色呀这种感觉的时候呢 证明这枚万表做的相对比较到位的 那第二点呢什么呢 就是看看指针的回弹 让你的秒针走到15秒到30秒之间的位置 再按一下返回按键 秒针回去的时候啊 有没有这种很陡啊或者说晃过去了很大 这两点都做的还不错的话 这枚万表的计时功能啊不会差的 那么在这两个主观维度上 这枚浪琴先行者非反计时万表的表现怎么样呢 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你 这枚万表的按键手感和它的指针回弹的状态 在三万多块钱的价位里确实很难找到对手 那么除了非反计时功能之外 这枚浪琴先行者其他方面表现怎么样呢 我们一个个来看一看 先来看它的表圈 带有金属边框的陶瓷外圈 而且呢左右双向旋转啊 整体的手感和声音还不错 为了营造这种复古一点的风格 从正侧面来看的话 它的表性啊是一个这个像穹顶一样的这个造型 而在盘面布局上 原先的三个小表盘现在变成了两个左右对称 而且取消了四五点钟位置原先的日历窗 让整枚万表呢看起来更加对称一些 上下十二点和六点钟位置分别是浪琴的logo 还有下面六点钟这个先行者的五颗五角星 而且呢它的指针和阿拉伯数字石标呢 也都有跟这个五角星同色的金色包边 两个小表盘和主表盘的边缘 也做了同样颜色的金色相边 同时夜光涂层也镶嵌其中 整个盘面呈现的质感确实上了一个台阶 来到侧面 即使按键的造型是复古的帽状风格 而且采用抛光设计 自带悬入表冠 一百米的生活防水非常实用 至于说能不能下水游泳 那就靠屏幕前的各位先行者帮我尝试一下了 来到背后就是这枚万表的背透部分 这里倒是值得跟大家说道说道 因为它所搭载的机芯呢 是来自于浪秦自产的最新的L791.4机芯 正频3.5赫兹 装配了硅油丝 具备更好的防磁能力 它的导注轮和非反即时装置 都是全新设计的 还特意做成了烤蓝色 背透甲板上做了精美的榆纹打磨 再配上旁边几个蓝钢螺丝和金色的齿轮 外加一个浪秦专属的自动图 上面有写flyback字样 这枚万表机芯背透的呈现 还是对得起它的售价 上手的感觉是这样的 对于万维绝对是有要求的 因为它的表耳的长度相对较长一些 我们量了一下 如果两边表耳加上第一根表带折叠过来的整体宽度的话 是55毫米 这意味着如果你的腕宽低于6厘米 这枚万表带在手上可能没有那么好看 那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当然有 就是给它换上皮质或者织布的表带 因为那两种表带是不包括这个头力的 可以让整枚万表视觉宽度降低很多 那么我相信万维17左右的用户 也能够佩戴这枚万表 好在这枚万表配备了快拆式表带 而且啊 这个快拆式表带用起来非常方便 换个皮表带 那么万维16 17的小万子也可以尝试一下了 最后呢 再跟大家汇总一下 我个人对于这枚万表的优缺点 以及它的购表建议 我觉得优点呢 第一个就是它的盘面布局 要比三年前先行者刚刚推出的时候 那枚即时万表更好一些 而且呢又增加了非凡即时功能 让它的可玩性变得更高 而且它有背头 你也可以欣赏到非凡即时即兴工作的状态 走势精度 有瑞士天文台认证 而且浪琴又给它提供五年的官方质保 在三万多块钱的价位里 确实很难找到对手 最后就是我的个人偏好 它整体的包装赠品什么也都不错 外加这样一个复古风格的小便携带 我觉得还是蛮让人满意的 至于说不足的地方呢 其实也是显而易见的 就是它的厚度和它的表耳长度 这对万维是有一定的挑剔的 可能需要真的去店面好好试戴一下 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个人觉得它盘面的配色呢相对比较单调 现在只有这样一个黑色和蓝色两个选项 而且主表盘和小表盘都是一样的颜色 如果说配色能再大胆一点 比如说增加熊猫盘呀 包括其他对撞色的主表盘和小表盘的配色 那这枚万表的受欢迎程度一定比现在更高一些 至于说购表建议 我觉得第一点三五万预算 喜爱复古风格 但又希望万表里都是现代配置的话 那这枚万表其实它整个机芯的 包括防磁呀走时都是非常现代的呈现 它可能是为数不多的选项 对于小白用户而言 如果你打算购买人生中的第一枚高档自动即时万表的话 如果你的万维还可以带着挺舒服的话 所有这个价位中 它整体的表现还是非常让我出乎意料的 好吧 以上就是本期这表什么小开箱的全部内容 我就是老任 如果大家对这一枚万表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在评论区弹幕留言告诉我 能回答的我都会第一时间告诉你答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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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